Ready 哈囉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 我是今天主持人安娜黎 暑假就要接近尾聲了 最後壓軸的當然就是 WCG電玩大賽的國手選拔啦 這個週末會在台北光華數位新天地 各路好手要火力全開 來比拼看看誰才是台灣的No.1 所以想要見證台灣之王的誕生嗎 那週末一定要記得去看比賽喔 全球最大電玩盛世 WCG世界電玩大賽 今年10月將在韓國釜山熱烈執行 屆時將有全球數十個國家 數百位電玩高手齊居一堂 爭奪世界電玩冠軍榮耀 而在本週末8月27日到28日 在台北光華數位新天地 也將舉辦2011 WCG世界電玩大賽 台灣區國手選拔賽 來自全國各地電玩高手將齊居一堂 角逐代表台灣出國爭光的機會 這次比賽項目是 星海爭霸2 自由之一 穿越火線 以及魔獸世界 浩劫與重生 三款遊戲 還有英雄聯盟高手示範賽 想要看電玩高手相互競技的玩家 本週末歡迎到台北光華數位新天地 幫所有的選手們加油打擊喔 世界晉級遊戲 最近線上遊戲市場已經快要被中國遊戲廠商的 武俠題賽給淹沒了 千篇一律的 搞得大家都沒有胃口了 到底有沒有其他的選擇啊 有了 不然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機戰2 它是由韓國以及美國廠商所聯手打造的新作品 如果你已經吃膩了中國遊戲廠商的青菜蘿蔔 或許可以試試看韓國以及歐美式的遊戲喔 韓國遊戲大廠 NCSoft 全力開發中的奇幻風格遊戲 機戰2 延續前作龐大的奇幻史詩風格 並且加入更多的新要素 包含許多未曾公開的角色技能與怪物 例如薩滿召喚的土元素 對抗墮落巨龍爪牙的鋼鐵要塞 以及恐怖巨龍粉碎者 製作小組也強調 機戰2 希望能打破現存遊戲的科究 製作出玩家不管是否喜歡線上遊戲 都會想要嘗試看看的機戰2 並且也預定今年將在海外展開封閉測試 在機戰2 中有更加顯示刺激的戰鬥 完全個人化的故事劇情走向 全新的事件系統 等待玩家感受波瀾壯闊的奇幻史詩喔 大家應該知道足球是全世界最風行的運動啦 因為全球是超過21的球迷在觀看各式各類的比賽喔 但是呢 足球的熱超渴不是只有在球場上 偶爾在大街上踢踢球也是很有不同的FU呢 而像這一款FIFA街頭足球呢 就是要讓各位玩家感受到不同以往的嘻哈運動風格 看起來真的是很不錯 要推薦給大家唷 足球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 全球有超過數十億的足球迷 熱烈關注每場足球比賽 連帶的也讓足球遊戲紅不浪 不過足球遊戲除了在球場上的正式比賽 難道沒有更急性的玩法嗎 當然有啊 像美商意見新公布的FIFA街頭足球 就讓玩家拋開束縛大玩花式足球特技 加上更隨性的玩法 讓玩家感受到不同的足球魅力 FIFA街頭足球 並沒有正式足球比賽的11人對11人的規則 甚至也能夠來場6人對6人的小型足球賽 加上比賽場地也不只現在球場 像是馬路上空地等都是能盡情奔馳的地方 加上嘻哈塗鴉的風格 各種花俏的足球技巧 讓FIFA街頭足球玩起來樂趣多多 講到全球體壇盛世 當然就不能忘了四年一度的奧運比賽啦 明年將會在英國倫敦所舉辦的奧運比賽 不僅會受到全球觀眾的注目 甚至就連馬力歐還有英蘇小子 也會同場競技一較高下呢 所以喜歡運動遊戲的玩家 也可以和這些電玩明星一起較量較量唷 四年一度的奧運 2012年將在倫敦舉行 想必又會掀起一股運動熱潮 而遊戲公司也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 紛紛推出與奧運相關的作品 而任天堂以及SEGA公司 繼之前的戲手合作之後 這次又將三度讓旗下知名角色 瑪莉歐與英蘇小子 兩大系列中的人氣角色起居一堂 以倫敦奧運為題材 讓玩家體驗輕鬆趣味的奧運競技 遊戲將收錄多種新競技項目 並且融合兩部作品的世界觀 創造出特殊項目 而3DS的版本 也將利用立體顯示功能 與獨有的操縱方式 讓玩家體驗與家用主機版本 完全不同的遊戲性喔 喜歡美少女戀愛遊戲的玩家 一定對2H2這款遊戲是讚譽有加啦 因為它可是讓不少玩家 視為經典的遊戲大作呢 現在這款遊戲就要一直到PS3上面啦 不僅追加了很多的新內容 也讓這些美少女更加的楚楚可憐了 這些戀愛的酸甜苦辣 就是青春的滋味吧 所以呢也等著各位玩家 一起細細的品嘗囉 由AQUA PLUS製作的PS3戀愛冒險遊戲 2H2 VX PLUS 即將要在9月22日發售了 本作歷經了PS2 PC PSP 三種平台 集合全部的要素 再追加各種原創的新要素 以及新角色 以PS3的高畫質 重現遊戲中的各種插圖 2H2是在2004年發行的一款 PS2美少女遊戲 之後在這個基礎上 改編並發行了眾多的版本 在2005年以及2008年的時候 也推出過動畫作品 2H2的故事情節 是發生在前作的兩年之後 遊戲舞台則是在同一所高中裡 不過所有的角色都是新登場 除此之外 在PS3星座中還加入了動態描繪功能 玩家可以看到描繪細緻的插圖 呈現出的自然動態喔 雖然說日本RPG遊戲 這幾年有漫漫視為的感覺 但是呢 還是有不少的作品 深受玩家的青睞啦 像日本發落的公司 即一蘇國系列之後 現在呢 也有英雄傳說系列 開始後來居上 我們也來看看這款作品 有什麼樣的魅力吧 日本弗拉肯公司在日前宣布 他們即將在9月29日 於PSP上推出英雄傳說系列最新作品 英雄傳說必知軌跡 並且釋出了包含遊戲畫面 登場角色以及戰鬥場景的遊戲影片 本作的故事劇情發生在前作 英雄傳說領知軌跡的數個月之後 將會以在前作受到保護的失憶少女 其亞為故事主軸 展開關鍵的冒險故事 而玩家們所熟悉的前作主人公們 在本作中依然還是會出現喔 而空之軌跡的動畫作品 也即將在今年 官方所舉辦的活動中上映 喜歡英雄傳說系列的玩家們 千萬不要忘了追蹤相關消息喔